我们这个亚太地区是绿岭工作成长最快的地方 忙着整理简报资料 准备前往民进党团做绿岭人才宣导介绍 她是环团重要干部张立新 是因为绿岭人才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 已有多年经验 绿岭人才它绝对会是未来的关键 因为现在全球已经对于净零排放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我选择的领域是政策的研究 所以说其实不管是从人文面 自然 科学面 都可以找到跟气候变迁相关的学程 前往荷兰念大学 休息气候变迁等相关绿能议题 张立新不只自己是绿岭人才 还得准备好功课 让政府企业更理解认识这份神圣工作 一群返乡的在地青年 然后再去协助在地青龙 根据联合国定义 绿岭人才包含从事农业 制造业研发 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劳动者 工作领域包含维护生态系统还有生物多样性 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能源消耗 减少被务跟污染物排放 环境保育 富裕都在范围之内 在现在我们面临了国际碳关税的压力之下 其实这些企业也开始担心说 自己如果不减碳会失去竞争力 所以他们对于绿岭这个工作 其实是有越来越多需求的 就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人才 企业的需求也增强了 那政府的这个相关的政策 也要赶快地跟上来 所以我们才现在正在呼吁 总统的候选人应该要提出 更多绿岭工作的这个政策规划 绿岭人才需求迫切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2023年每个月 也有2000个绿岭工作机会 近10年成长6.5倍 又以电子资讯 半导体和制造业需求 占一半以上 绿色和平专案主任秦苏怀表示 台湾绿岭工作面临三荒危机 第一是青年知识和专业技能不足 第二是企业绿岭职位培训需求日增 第三则是台湾绿岭培训幕后国际 导致绿岭人才极度匮乏 需要绿岭人才的产业有半导体业 电子业还有呢就是营造相关的产业别了 而其中呢像是这个碳管理师 又或者是这个永续专员 还有光电工程师 这些呢都是相对比较强受的职业 看到的是大企业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 他们未来面临国际供应链压力 他们需要很多绿岭人才投入在相关的产业里面 但是在中小企业其实他对于ESG相关的议题 并没有很熟悉 课程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偏理论相关的议题 比较少是真的衔接到绿岭人才在进入职场 需要的技能 这也是一些学校课程比较缺乏的部分 台湾已将2050年记名目标入法 大型企业遭有远见 开始着手规划永续管理ESG课程 但台湾中小型企业占了95% 因为资源不足国际接轨少 在现行法规没有强制要求之下 中小企业内部要推动ESG 像是温水属青蛙 尚未理解ESG的真正含义之前 绿岭顾问人才永续管理师 很容易被当成多余成本 在中小企业其实他对于ESG相关的议题 并没有很熟悉 所以对于自己需要雇用一个绿岭人才 来处理相关业务 其实是没有那么有意识的 所以他们可能相较给的薪资 待遇就不会这么高 对于绿岭人才的待遇有没有那么好 所以其实是会影响到整个人才的发展 也是我们需要再更重视的地方 为了长远发展必须得破除迷思 已经有更多中小企业 愿意尝试改变 因应未来碳牌法规 也让绿岭人才 世代兴起成为新时代就业市场 优势族群 TBS新闻六海来明台北财报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